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是心灵 黄小蕾 阿娇 郑秀嫣等每一位姐姐都表现出了自己的风格 姐姐们也都请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最佳表现 而经过前面两波炒作后 王心灵成了节目的收视担当 发挥比较稳定 这一组整体发挥极其不错 谈笑一声这是她首次尝试该类型的歌曲 同时又要融入自己不适合的舞蹈领域 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不过她真的很厉害 她的那些动作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油腻装嫩 结果王心灵完全避开这些雷点 拿捏的恰到好处 在面对采访时 阿娇侃侃而谈 在浪锦三首次公演舞台上 面对险境 宁静气三宝一 那因他们输得不亏 当然 王心灵那一组也是非常的有实力的 特别是王心灵 甜甜的笑顺 既能熟又能撒 王心灵不愧是甜心教主 在舞台上的她真的太惊艳了 难怪深得那么多心灵男孩的喜欢 哈哈哈哈 但阿娇也是调侃 上一次黄小磊他们淘汰后 说真的被淘汰 只能说自己不够优秀 不够努力 毕竟每一个姐姐都实力很强 还说真被淘汰 到时候帮她把行李搬到机场 哈哈哈哈 不可否认 浪锦三一宫看完 三宫的淘汰名单都出来了 看前面的预测都挺准的 出于市场的考量 所以只要王心灵不被淘汰 这档节目的流量是有保证的 小伙伴 对此你怎么看 黄小磊离开乘风破浪 与乔春艳离开周炳坤一样 看起来都非常洒脱 势力同盟 个人喜爱度排名公布之后 黄小磊对身边的五莫愁说了一句话 但是后期并没有把她的身影放出来 也没有配字幕 不过我还是试着读出了黄小磊的唇语 他说的是 看我说的吧 是咱俩 大概如此吧 毕竟有几秒画面 连嘴都整个切出去了 想读唇语演谈 在对自己被淘汰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 黄小磊便选择了像乔春艳一样的潇洒离开 黄小磊用舞蹈告别乘风破浪 从被宣布淘汰的那一刻起 黄小磊的脸上便一直带着笑容 三季浪姐全算上 被淘汰之后还能给大家跳一段舞蹈再走的 黄小磊是第一个 正应了乔春艳的名言 哭有啥用 死又能威胁到谁呀 的确 这无非是一档综艺 无非是一个秀场 无非是娱乐圈再常见不过的聚散离合 更何况 即使走到最后 捧杯而归 又怎么样呢 还不是曲终人散吧 但我之所以说黄小磊的离开是看起来潇洒 是因为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不甘 熟悉浪姐的人都知道 前三次公演是黑帐区 就像宇航员们返回地球进入大气层时 会与地面有一段时间失恋一样 前三次公演时 观众看不到姐姐们在节目中的表现 只能通过靠遗忘的印象来投票 因此 像黄小磊这种在节目开局阶段表现得很活跃 很稀粉的姐姐 在前三次公演里的票数反而很容易低于预期 也就是说 黄小磊如果能够撑过三宫 那么凭借他开朗的性格 凭借他对周围姐姐的照顾 以及自身不错的功底 是很有希望走到更远的 可惜的他没有闯过黑帐区 我估计这个成绩也低于他的自我预期 所以黄小磊的撒多离开 至少有一部分是故作镇定 就像乔春艳倒追周炳坤不成 便立即设法搞定曹德宝一样 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尴尬